甲金文和修杰凯夫妻 日前带着一家四口到台南旅行放松身心 结束旅程后 两人各自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多张出游罩和网友分享心得 在游历台南各地后 也让甲金文直呼四天三夜根本不够玩 大赞台南很适合带小孩去走走 不仅好吃好玩还好温暖 就连孩子们都说要在当地住上100天 让他不禁感慨是否要搬过去 另外老公修杰凯也在脸书发文 透露自己在这趟旅程胖了3公斤 而且一回到台北就开始想念台南暖暖的阳光 让近来雨下不停的北部网友看了直呼超羡慕 天文也引来台南市长黄伟哲亲自留言 欢迎夫妻两经常到台南旅行 甚至邀请他们一家到台南定居 当粉丝问到甲金文是否有巧遇 刚好也在台南的陶晶莹一家时 便调出陶子界本人亲自回应 才发现原来波妞在海滩上牵着的狗狗 正是陶晶莹家的爱狗 也代表两家人确实曾在台南相聚 一同享受了南部的好天气